美国总统大学投票日 这座位于新罕布萨州北部的超迷你小镇 迪斯维尔诺契抢投降 成为全美最早开完票的投票站 本届没选战况焦灼 每一票都是关键 就连太空人 愿在浩瀚宇宙执行任务 也把选票加密传回地球 投票当天四位太空人还手挽手 PO出合照大胸没选袜子 表示为身为美国人感到骄傲 女人能打破女人赢金 白宫由谁接班即将见真章 川普到最后一刻还在推票 选举日发出影片明显描准男性选民 要他们出门投票 全明星也总动员包括六人形的 Jennifer Aniston 艾蜜莉在巴黎的Lily Collins 那位新爵与死世夫妻党 以及歌手Lady Gaga Ariana Grande Billy Eilish等一票明星带起投票风潮 Pleas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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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ote 甚至Selina Gomez在参加完记者会后 穿着一袭大红礼服浮夸投票 Teddy Perry也戴上巨服头套 抄袭金 还有女人Poroz这间现身大排长龙的投票所发水 要大家不要放弃等待继续排下去 全球关注媒选就连远在法国巴黎的酒吧 也举办投票活动 是最佳海外气氛组 川普贺锦丽缠斗对决 究竟谁胜出答案即将揭晓 下期新闻六月日报道